一年一度的吉吉正正長輩游泳錦標賽 日前與吉吉正立游泳池聲搭舉行 現場來了許多選手們正摩圈叉掌的準備比賽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可以減國中還可以比游泳 很好玩也要得第一名 政公所每年大概都是在暑假過後期間 來舉辦游泳比賽 那也讓我們國中小的學童 他們平常在上游泳課的時候 然後學到一些游泳的技術 然後在這個時候讓他可以表現出來 他游泳的一個技能 那也藉此也讓我們吉吉正 提升整個運動的風氣 先議員陳昭宇表示 游泳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技能 不但能夠自救也能夠救人 辦理游泳比賽更能夠讓學生從比賽中學習 其實在中央的游泳比賽 在每年的九月底都會很用心來出版 驗收就說這一年來 我們平常在這裡受水的成果 也讓這些小朋友 或者要受水的朋友 賺這個機會來比一個關鍵 有人知道他們在技術上有什麼缺點的地方 再經由我們的高齡專業的制度 我相信對他們有應的競技 他們的技術一定會日益求精 更上一層樓 在所有學生努力奮鬥下 游泳比賽圓滿落幕 比賽結果幾家歡樂幾家愁 先議員陳昭宇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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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 精進自己的勇氣 記者邱平毅積極採訪報導